彭亨关丹旅途矿开采禁令再次延长两个月 天然资源及环境部长拿督斯里旺朱乃迪今早宣布 由于关丹港口外堆制的旅途矿存货还无法完全出口 因此政府决定原定在下个月15号即将计满的关丹旅途矿开采禁令第三度延长 直到9月14日为止 旺朱乃迪更斥责业者没有善用政府发出的出口证 以致旅途矿存货未清导致当局一再延长开采禁令 政府今年1月份向关丹旅途矿业者发出第一份禁令 要求业者暂停所有开采和出口旅途矿活动 半年下来旅途矿业者的出口量不到18万吨 导致关丹港口附近滞留了540万吨旅途库存 严重污染当地空气 旺朱乃迪下令强制业者尽快清空库存的旅途矿 政府至今已经发出了25张旅途矿 出口准证旺朱乃迪认为旅途矿业者 理应可以将246万吨旅途出口到外国 不过至今却有500万吨滞留在港口 政府也承诺一旦业者能够清空库存 当局就会解除旅途矿的开采禁令 今回到达年为能感免质の旅途矿的开采禁令 那么一些不可能的一 AS 承证旅途的一批 键途矿的开采禁令 在准几警中处理 都要摇禁令 我们面证旅途矿的一批